内玛尔在这个下窗宣布自己将会加盟利亚德星月 也是让球迷们看到了这位才31岁的巨星就想要前往沙特联赛赚大钱的想法 虽然大家对内玛尔赚钱的举动都相当不满意 毕竟当年大家对他的期待也是世界第三人接班美罗的存在 但没有想到的是内玛尔在之后为钱加盟了巴黎圣日尔曼之后 没有拿到任何荣誉 还在这个夏天彻底远离了五大联赛 而加盟了利亚德星月后 内玛尔也突然爆出来一个非常奇葩的消息 那就是在星球队一场比赛没踢的情况下 内玛尔再次受伤了 这次消息还是利亚德星月主帅热苏斯亲自公布的 热苏斯在采访中抱怨到内玛尔受伤了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在9月份之前 他是没有任何办法参加比赛了 我们也不理解为何巴西国家队要在他没有办法参加比赛的情况下 还争招他进入国家队 我们也非常无奈 他的首秀也要推迟了 热苏斯的抱怨 大家也完全可以理解毕竟球队花费了9000万欧元的超级转会费签约下的一个顶级球员 还是拿着全队最高的1亿欧元工资 但一场比赛没踢就直接遭遇到了伤病 这换作是谁都无法接受的事情 内玛尔看来也是做好了准备来沙特联赛顶行白烂了 而姆巴佩也说中了 在上赛季 姆总就非常看不上内玛尔 公开表示 对内南美帮球员不常参加训练不够努力 在比赛中很难发挥出水准 内玛尔的散漫和过多的休闲娱乐 也让他的身体基本是很难承受住高强度比赛的 姆巴佩狠心赶走他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在新赛季的第一场法甲联赛当中 大巴黎面对路里昂并没有拿到比赛的胜利 最终双方以0比0的比分结束了这场比赛 而在一周之前的比赛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当时内玛尔还没有确认离队 姆巴佩也只能在看台上观看比赛 无法下场参赛 但是随着内玛尔的离队 姆巴佩也回到了大巴黎的训练当中 而且在发布的对阵图卢兹的名单当中 姆巴佩已经出现在了球队的计划当中 在大巴黎发布的对阵图卢兹的大名单当中 姆巴佩 维拉蒂 登贝莱的名字都赫然在列 看起来这场比赛有机会看到 目前实力最强的大巴黎阵容 尤其是姆巴佩的回归 对于大巴黎来说 不仅仅是增加了一个攻击手那么简单 也是意味着球队解决了和姆巴佩之间的问题 至少暂时得到了解决 球队的更衣室也会变得更加问题 球员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 恩里克才是最应该恭喜的人 姆巴佩和大巴黎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夏天成为了球迷们讨论的焦点 从他发布拒绝续约的声明开始 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姆巴佩进行 包括他的忠诚奖金 他的未来 他的下架都在大家讨论的范围之内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姆巴佩肯定是不会在这个赛季离开大巴黎了 赛季结束后是否要离开 或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 将会是接下来 姆巴佩和大巴黎谈判的焦点问题 不过这些问题的解决 似乎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就是内马尔的离队 在内马尔确认离队之后 姆巴佩回到球队的训练场 而且和大巴黎开始了续约谈判 似乎姆巴佩和大巴黎之间的所有问题 都是内马尔造成的 在他离开之后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目前并没有官方的消息来证实这一点 不过内马尔的离队 确实解决了大巴黎很大一部分的问题 首先解决的就是大巴黎的薪资问题 内马尔的薪资在大巴黎是属于第一档的球员 仅次于姆巴佩 而且他在更衣室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如果内马尔继续留在球队的话 姆巴佩想要成为真正掌握更衣室话语权的球员 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恩里克也很难真正掌控这支球队 不过既然现在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就看姆巴佩会不会携手登贝来 为大巴黎带来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胜利了 在这场变局中 梅西成为了最醒目的助角 面对债务问题 梅西毅然放弃了五大联赛的舞台 跨足北美加盟了妈咪足球俱乐部 这一决定晚如假日里的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足坛 梅西的去向不仅是一次俱乐部转会 更是球迷心中的一次震撼 然而在繁星闪烁的背后 我们似乎忽略了这些巨星们同样是打工人 只是薪资的差异让他们显得与常人不同 金子无论在哪里都能发光 这句话对于足球明星同样适用 他们的去留选择都是因为薪资的合适 就像金子在光芒下闪耀一样 媒体的报道透露出内玛尔可能会重返巴萨 然而薪资问题成了阻碍 土耳其的利亚的新月则毫不犹豫地提出高达6亿欧元的薪水报价 将内玛尔的命运推向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三叉检的梅西离开后早已土崩瓦解 内玛尔的离开似乎是最后一击 让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组合彻底破碎 内玛尔的情感生活同样充满了波折 他的女友原谅了他的出轨 甚至在婚前协议中规定了外遇的边界 这样的情感观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其背后的原因和权衡 一系列的报道结束了内玛尔在道歉后的一系列行为 他与格兰美德主卢米拉和威尼一同参加演唱会 举止亲礼 然而布鲁娜作为内玛尔女友的妹妹 却对内玛尔的行为表示了不满 指责她没有道德和人品 这种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外界的视角形成 鲜明对比也让人不禁思考 每个人在生活中的选择和坚持 这些球星们的个人生活如此丰富多彩 一方面让人们感叹他们的光鲜 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他们的评价和看法 他们不仅是足球场上的英雄 更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 他们的选择坚持和行为 也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审视 然而无论他们身处何地 面对怎样的选择 他们都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属于自己的轨迹 每段经历都会成为塑造他们的一部分 正如他们在球场上驰骋一样 他们 然而足球并不仅仅是明星的个人秀场 它更是一个集体的舞台 一个连结万千心灵的媒介 随着球员的去留交替 足球界正悄然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 欧洲联赛正在重新洗牌 新的力量崛起 旧的王朝倒塌 一切都在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在这个变革的时刻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足球的本质 无论是金钱的纷扰还是明星的光环 都不能够掩盖足球作为一项体育运动的本质价值 足球不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文化的表达 无论巨星还是普通球员 他们都是这一传承的一部分 都肩负着传承创新超越的责任 随着文章的落笔 夏日的余热逐渐消退 但足球的热情却依然在心中燃烧 无论是法国的骚乱还是巨星的流转 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和变化 或许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足球的魅力所在 让人们情不自禁地被吸引和陶醉其中 然后再继续地被吸引和陶醉其中 然后再继续地被吸引和陶醉其中